释法界有佛中啊 佛中是永恒不灭的 佛中是说佛心啊 一切众生皆有佛心 佛心就是自性里面的薄弱智慧 这是佛心啊 一切众生通通对我 现在迷了 迷而不久 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好啊 为什么迷了呢 但以妄想执者而不能真的 这话是都很明白啊 如果我们把妄想执者吃掉了 这佛心就先签了 就佛中就先签了 这个道理要懂 要认真地干 从哪里干起呢 先从前地干 与世出世间一切法 不执着 不执着 你就能随便 你就得自在啊 连这个身都不执着 我都不执着 无我 执着就错了 这个身影像是四大五运 活活而现的这么一个形象 四大五运里的你就是掌污 不执着 你在四大五运里就是命无 了不执着 就说明没有我 你为什么把这个东西执着生活 因为执着生活呢 这个里面产生了自私自利 贪嗔痴慢 那无量的烦恼 无量的罪业 错了 真正学佛 这个学佛 做佛的弟子 你要跟佛一样 跟菩萨一样 把这个写掉 这个东西写掉之后啊 阿罗汉 真觉 小五 虽然没有彻悟 小五 不再执着 六道 没有了 那你到六道里面来呢 那是行菩萨道 回小想大了 行菩萨道 来帮助众生觉悟 自己觉悟 做一个觉悟的样子 给众生看 那虽然 形象跟众生一样 里面可完全不相同 形象呢 活光同尘 应以什么神得度 献什么神 献神不是有意的 有意献什么神的时候 你的妄想分别执着 没断 无意 无意怎么能献身 真难懂啊 幸亏 日本江本博士的实验 给我们做了枯朽的证明 我们看到这个实验 恍然大悟 谁没有心呢 他为什么能随人一思呢 谁从哪里来的 为心所泄 为时所变 谁的本体是什么呢 是发心 发心就是佛心 发心就是真佛 发心就是佛中 发心是自己的真心 确实随众生之感呢 那众生齐心动念呢 他就有感应了 善念就有善的眼 悟念就有悟的眼 善好大地 所以整个宁舍 随众生心 因缩之下 因缩之量 随心 因量 我们从这个 扩修证明上 把 多少年来 这个疑惑 断掉 那么这个境界 在大成教里叫 不思议 协脱境界 我们也明了 什么叫不思议 思思思维 不可以思维 意识议论 研究讨论 都不可以 自然的 你只要加上 思维 加上研究讨论 真相就不见了 这就叫世间法了 加上思维 意论 就是世间法 就是迷 世间人 世之 便从 这佛经上 世之便从 世之 罢难之意 离开一切 思议 就是不思议 真相 先前了 真相才能先前 所以从水界境里面 就看到了真相 这真相是局部的 从局部 你就能够 想象到全体 我们对水 不同的念头 它产生 不同的反应 我们对山和大地 对一切众生 决定没有念 我们对山和大地 我们对山和大地 一切众生的反应 决定是 美好的 我们对物念 那决定是 物理的 你从夜发了 你就能够 懂得一切法了 世间人常讲的 文以知识 这不止知识啊 文以知一切 文以知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